歐洲的空中巴士集團多年前行賄 各國航空業的醜聞持續在延燒 馬來西亞最大的亞洲航空集團 兼任執行長的老闆 威爾蘭德斯 還有集團主席梅拉努 本週雙雙 暫時解除職務 這消息傳出之後 吉隆坡股市的亞洲航空股價 也就立刻暴跌了百分之十一 這是貝南德斯去年六月 在一場演講中 提到亞洲航空集團 如何快速成長的軌跡 台下聽眾還包括回國的 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 可見貝南德斯和亞航 在馬來西亞的地位 但隨著歐洲空中巴士集團 行賄醜聞延燒 貝南德斯和創業好友 也是集團主席梅拉努 雙雙卸下職務 近代公司內部 和有關單位的調查 根據金融時報 引述英國特徵組辦公室 SFO的調查 亞洲航空有高階幹部 接受空中巴士集團行賄 來確保空中巴士 可以拿到亞航集團的 大筆訂單 事實上亞航集團 以及旗下的所有子公司 全數都使用空巴集團的 A320與A330系列 包括最新型的A320NIL 跟A330900NIL 也都在服役行列 或是訂單當中 英國特徵組的調查顯示 空中巴士除了捐款 贊助費南德斯 過去經營的F1車隊 亞航從2005到2014前後 總共406架客機的訂單 有180架 涉及不當的支付行為 對此亞航除了 FORRAM本身有不法行為 也設立包括 非董事會成員的 內部調查小組 至於費南德斯和梅拉努 也都宣稱自己清白 就在亞航收賄醜聞爆發前 空中巴士集團 才跟美英發三國政府 以相當於新台幣 一千兩百億元的金額 達成和解 相關國家的調查指出 包括亞洲和拉美的部分 航空公司高階主管 有的已在外設立空殼公司 以假合約 假發票和偽造的營業報告 做掩護 由空巴集團支付匯款 給這些高階幹部 行賄的對象 還包括已經停飛的 臺灣復興航空 調查指出 空巴集團 藉著這些行為 不法獲利 折合新臺幣超過三百三十億 記者許佳人報導